大家好,这里是佛之源频道,今天要给大家分享的是 从未出错的古书预言,直言2024是最恐怖的一年 推背徒弟母惊恐圣诊众,泄露天机真相震惊24亿人 一起来听,2024年已经到来,而2024年的魔幻开年 让很多人感到惊讶,在2024年的第一天 日本石川县能登地区,发生了七极多的大地震 并造成多人伤亡,当天日本的下午,位于路尔岛县的 玉岳火山发生火山喷发,火山烟尘升高达一六百米 而在伊朗,在当地时间的1月3日,科尔曼市发生连环爆炸事件 造成多人伤亡 在1月9日,印尼塔劳群岛发生6.6级地震 震源深度90千米 而且在最近的4月3日,台湾也发生了7.2级的大地震 此次地震事迹921地震后,台湾发生最大的一次地震 威力堪称三个原子弹 在2024年的开年不久后,世界上发生的这些天灾人祸 让很多人震惊 人们不希望这些不好的事情出现 人类在这些灾难面前过于渺小 而在网络上出现了一些预言家们 关于2024年的预言 那么在2024年以后的时间里 可能会发生什么呢? 今天我们来看看著名预言家 朱迪海文利 对于2024年的七大灾难预言 其中一个灾难会影响全球 那么这是怎么回事呢? 以及预言真的靠谱吗? 朱迪海文利是一位美国预言家 他住在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 根据朱迪的个人网站介绍 他应对奥斯卡的预测而闻名 准确率高达90% 他正确预测了全球和美国的 350多个世界事件 并且朱迪 曾出现在许多电视节目中 包括哥伦比亚广播公司 以及英国广播公司等媒体 现在我们来看看朱迪海文利 对于2024年的一些预言 他在个人网站上更新了 他对于2024年的一些预言 其中一些预言涉及了 2024年可能发生的一些灾难 他预言新的奇怪的天气模式 和地球排列将会发生 由于太阳的最大活动 将产生大规模的太阳风暴 因此通信系统 将会中断在一些国家 互联网会受到影响并出现故障 如果太阳爆发强大的 太阳风暴袭击地球 这个或将对全球的电力 通讯等造成一定的影响 不过大家也不用过于担心 因为发生这种强太阳风暴 袭击地球事件的概率很低 并且现在科学家也在观察的太阳 如果太阳有什么剧烈活动 科学家们也能提前知道 并做好可能的预警预言 美国更多州将采取措施预防洪水 并为风暴受害者洪涝灾害 海滴和火灾筹集资金 预言世界上一些城市 将经历大雨、大风和潮汐 包括加利福尼亚州 佛罗里达州、印尼和印度 还预言洛杉矶三藩市 墨西哥、阿拉斯加、日本和新西兰 发生5.8级级以上地震 并且预言纽约 洛杉矶和芝加哥停电 预言飓风即将给佛罗里达州 新奥尔良部分地区造成严重破坏 菲律宾也将遭遇风暴 加州、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的野火将会肆虐 还预言了日本和加勒比地区将发生洪水 以上就是朱迪海文利对于2024年的一些灾难预言 人们对预言的理解 从周朝的江太公就开始了 江子牙写了一部乾坤万年歌 此后历朝历代都有预言出现 比较著名的有诸葛亮的马前客 袁天刚和李淳峰合著的推背图 各有特色又殊途同归 其中推背图思路最为清晰 广为世人所接受 传说李淳峰用周一八卦进行推算 没想到一算起来就上了瘾 一发不可收拾 竟推算到了唐以后 中国二、零、多年的命运 直到袁天刚推他的背 说道天机不可再谢 还是回去休息吧 因此这本预言奇书得名推背图的 最后一章写道 世道兴衰不自由 万万千千说不尽 不如推背去归修 传说推背图至少在唐朝后的 五代十国时期就流传民间 迄今已经一、零、多年 然而推背图写入历史书 正式记载 是在元代编撰的宋史一文字 也就是元代记载宋代的事情 目前推背图有几十个版本流传 可以确认最早的是 明代的三个版本 这三个版本各有不同 分别藏于台湾中央研究院 台湾中央图书馆 以及芝加哥大学 换句话说 推背图最迟在明代就出现了 传说中的推背图 预言未来的大事非常精确 明代的早期版本中 对于明代之前的大事 几乎都有预言 而且非常准到吓人的地步 很多人认为推背图是伪造的 主要是针对民国初期出版的 1915年版本 因印刷技术大发展 这个版本流传社会最多 很多人认为这个版本中的图画 明显有明清时代的服饰 即便李淳峰是天才 预言家 不可能将服饰也画得唯妙唯孝 怀疑是清末有人重新画了图 还有对比多个版本 可以发现明代 元代 清代 和民国 1915年版本的文字 有一定区别 基本上是越往后 文字就越精致 同时对于发生过的事情 写的就越准确 甚至不同的版本 还有删除某些章节的情况 由此 很多人怀疑推背图 是后人不断修改后的版本 对于发生过的事情 为了体现推背图的准确性 就认为修改文字和图画 一些人据此推断推背图是假的 是伪作 所有质疑推背图的人 无法解释一个现象 推背图并非是写过去的事情 而是有大篇幅的未来 一般认为 民国1915年版本有60章节 除了第一章和最后一章是套话 其余58章都是记录大事 然而目前已经应验的大事 最多只有41个 还有至少17个 是没有发生的事情 尤其是从1915年 书籍出版到今天 差不多100年左右 确实有四件或五件书上 记载的大事发生了 这就彻底推翻了 所谓推背图伪造的结论 有意思的是 推背图的预言全部用 极为隐晦的文字和图片写成 像谜语一样 即便是最厉害的文字 和图片推测高手 也很难知道他在说什么 只有这个事情发生以后 我们联系推背图 才能知道谜语究竟在说什么 即便如此 这也相当惊人了 大家都知道溥仪 曾经做了维满洲国皇帝 日本全面和英美法开战 横扫东南亚和太平洋 打得列强丢亏弃甲 当时日军非常嚣张 占领了整个东南亚 和几乎整个东亚 以及相当大面积的太平洋地区 和大洋洲地区 然而此时溥仪身边 有个精通古书的老书生 却劝溥仪留有余地 不可过于嚣张 不要和日本人绑得太紧 老书生认为 推背图已经说了日本人 会在1945年失败 当时溥仪毫不在意 认为这是无稽之谈 确实当时因美法节节败退 似乎没有招架之力 美国太平洋舰队几乎全军覆没 况且推背图非常隐晦 老书生只是根据自己的推测所猜 溥仪自然不当回事 认为又是江湖术士的胡扯 然而随着1943年战局的扭转 溥仪开始相信了 到了1944年 溥仪已经非常惊恐 经常对富贵人李玉琴说 完了日本人要完了 1945年他们就要败了 没文化的李玉琴不解 追问皇上是怎么知道的 溥仪说推背图里面写著的 那么推背图是怎么写的呢 推背图第39 像 人银银趁月 鸟无足 山有月旭出生人都哭 我们先来解释一下这一段 鸟无足山有月 是在暗示侵略中国的国家 是个岛国 鸟除去四点的脚 再放进山字就是个岛字 山有月是个崩字 暗示日本必败 旭出生是暗示日本旭出生 日本军旗为旭日旗 旭日出生旗人都哭 暗示中国居民 三 零 万伤亡 无数中国人因此流泪已上市 暗示日本侵华战争 颂约第一句 12月中气不合 南山有雀 北山罗氏暗示 偷袭珍珠港的 12月8日 气不合 一则指日本与美国弹劾 而却猛干其后背的行为 一则暗示日本 自从1941年的12月后 恼怒了美国战事 开始走下坡 颂约第三 四句一招听得惊鸡叫 大海沉沉日已过 是在暗示西元 1945年的日本投降 1945年是已有年有五行属经 生效属鸡 在这次战事当中 只有四五年是七年 所以一招听得惊鸡叫意义明确 即一旦到了今年的45年 日本就完了 只一大海沉沉日已过 意思更加明显 一只太平洋的海浪 已然沉浸下来 日本的威势 就宛如日落西山一般 已经成为历史故事 等到日本投降以后 我们推测一下 很轻松的就能明白 推背图非常准确 这个预言非常有意思 因为一部分还没有发生 不知道具体是什么 这是日本投降后的事情 一般认为是预言了国民政府 以及中华民国的结束 接下来再看颂约 一口东来气太交 脚下无驴手无毛 若逢木子冰霜 换生我辙 猴死我雕 我们再来逐句解释 一口东来气太交 一口是一个日字 东来是来自东方气太交 形容党派迅速发展 气焰很高 这是说明国民党的建立 脚下无驴手无毛 脚下无鞋 头上眉毛 西安事变中 蒋介石是光柱角 被张学良东北军捉住的 他头上几乎没有头发 这暗指西安事变若逢木子 冰霜换木子李子李登辉 冰霜换冰霜未水变的 欲指沉水扁生窝者 猴死我雕 猴字也叫狐孙 就是暗指孙中山雕 难以推测是什么 这句是预言中华民国 或者国民党最终灭亡 创建人士孙中山 是最终让其毁灭的人 这是预言国民政府 或者中华民国 诞生到灭亡的全过程 而对于推背图的超自然性 目前有几种说法 一 虚假论 很多人认为推背图是假的 推背图里面记载 所谓预言未来的东西 只是古代民间湖边的段子 所谓信其有不信其无 是你自己人为曲解了这些段子 认为这是在预言未来 未来可以预测 从古到今 各种文明 都有占卜未来的文化 甚至到了今天 科学极端发达 也有人相信占卜大师 在罗斯福去世前几天 纳粹宣传部长戈培尔 曾经对部下演讲 好运将会降临德国 美国人会遭到一次 沉重又意外的打击 就是这几天会发生 1945年4月12日 罗斯福在佐治亚洲的温泉 突发脑溢血趋势 这个脑溢血的发生 绝对没有任何征兆 如果有征兆 罗斯福是绝对不敢去泡温泉的 一般认为 这是内粹占星师的预测 三里淳风是乘坐时间机器 回到唐代的人 如果有看过《寻情记》 就会知道剧情中像少龙 是从现代回到了古代 才可以轻松预言 所谓未来的大事 因此很多人认为李淳风 也是未来回到过去的人 除了预言以外 李淳风还是一个天文学家 数学家 他的存在似乎远远超过了时代 有意思的是 李淳风在咸横元年 突然无疾而终 一种说法 他并没有死 而是又回到自己的世界了 那么 为什么李淳风不公开写明未来 而要用隐晦的笔法呢 一种观点认为 未来是不能改变的 如果李淳风写出未来 就等于像袁天刚说的泄露天机 可能导致未来的巨变 到时候说不定李淳风 自己也都不存在了 所以李淳风写的推背图非常隐晦 只有事情发生以后 你才知道在说什么 根本无法借此改变未来 人既然是历史剧本中的一个演员 那么谁决定了人的角色呢 人在过往经历中种下的种种因果 就决定了人后来的命运 正如推背图中所说 日月回圈 周而复始 生生世世 只不过这一生到下一生 人的记忆大部分都会被抹除 人的身体要重新生长一遍 推背图的作者就是修行中人 历史上很多语言 也都是修行人所做 正是修行让他们 能跳出监狱高墙的遮挡 智慧大显 看到过去未来 也有些人不再修行 但已经在道中 同样也能改变一部分命运 命由已造 万般皆苦 只可自度 纳摩大慈大悲观是因菩萨 保佑诸位全家平安顺利 吉神相随 所求如意 逢凶化吉 神志动达 幸福如意 心想事成 如意吉祥 万事圣意 财源广进 孝口常开 生意兴隆 蒸蒸日上 福如东海 寿比南山 年年有余 世事顺心 万寿无疆 真心祝愿诸位增长福寿 如意吉祥 愿三宝加持和护佑 留下自己的心愿 在评论里 点赞祝福别人的心愿 自立等人 大愿就可以实现